我们说的新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绑定的这个还有其他的方法是吧?绑定事件的其他方法啊 那么什么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Band绑定啊 这个Band绑定方法之后,它什么呢?它可以绑定多个事件啊,这是它的好处啊 比如说我们直接写这种方法的话 写这种方法后面跟个匿名函数怎么样呢? 就是什么?就是只能写一个是吧? 好,来看一下啊 这个绑定事件的其他方法啊 把它打开 绑定事件的其他方法啊 好,保存一下啊 那么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先把什么呢?这个JQuery引进来是吧? JQuery引进来啊 等于这个GIS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JQuery 好,同样的我们准备呢?一样的啊 比如说我这里面先放个按钮吧 比如说这个按钮 DUTTON啊 比如说这个按钮的话,这个Value等于什么呢? 按钮吧 按钮啊 然后这个 ID啊 ID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什么? BTN,是吧? 好 这么一个按钮啊 这么一个按钮的话,那么怎么样呢?我们来写它的这个 写它的这个绑定事件啊 好,首先的话要获取这个按钮,我们还得写什么? 首先要写什么?写Ready吧 在上面获取它,是吧 Function 好,那么的话,如果说我们写这个按钮的这个绑定事件,一般的写法的话,比如说写一个Click事件,是吧 那么我们是这么写的,Dollar什么呢? Dollar,然后这个警号BTN吧 BTN,然后怎么 写什么Click,是吧 Click,然后一个小货号 里面再放一个什么呢?匿名函数吧,这么写,是吧 然后匿名函数里面写这个法令事件要 这个事件 法令事件的这个函数里面要做的事情,是吧 好,这么写,是吧 这么写啊 那么的话还可以怎么写呢,是吧 还可以这么写,是吧 还可以写成这个 Dollar什么呢 这个 警号 BTN,是吧 然后什么呢 拿一个Bind,是吧 Bind Bind 然后里面这怎么写呢 里面跟的是两个什么呢 两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跟的是,就是说你要绑定什么事件,是吧 事件的话,那么事件跟事件之间可以用这个 这个什么,空格隔开啊,后面跟的是一个这个匿名函数,是吧 就是要还有 绑定的这个函数,是干嘛的啊 前面这个是写的这个什么呢,比如说是click,是吧 click这个事件,是不是这样的啊 click啊 好,click事件,那么绑完之后什么呀,要干嘛,是吧 那么就比如说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 比如说是click click事件啊 好 好,那么这么写完,看一下啊 好,来看一下这个写法,是吧 跑一下这个 好,点击这个什么,按钮是吧 点击这个按钮,然后是什么呢 是不是click事件呢 click事件啊 跟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上面的写法,是类似的是吧 这个就是有一点不同啊 比如说这个是alert一个什么,click事件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它的写法啊 第一种写法 好 那么这个,这个里面这个地方的话,跟它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只能写click吧 这个里面可以怎么,放其他的一些事件啊 比如说还可以放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mouse over,是吧 mouse over,这个是什么呢 鼠标移入的事件吧 鼠标移入的事件啊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mouse over,是不是鼠标移入啊 鼠标移入,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点击或者移入的时候,都来执行这个还数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好 这个是点击 或者鼠标啊 或者鼠标啊 鼠标移入的事后啊 事后都执行 执行那个 都执行房地的匿名还数啊 好 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是吧 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刷新这个页面啊 好,既然是我什么呢 鼠标移入,是吧 鼠标移入啊 比如说我移入一下 它是不是也弹出来了 弹出来了,是吧 好 那么的话怎么样呢 再点击也可以弹出来吧 是吧 这就是说我移入和 点击都会弹出来,是吧 移入,是吧 一路也可以弹出啊 好,那么这个地方就 就什么呢 就 不是这个了,是吧 那么就是 呃 这个是什么 触发事件,是吧 触发 触发事件 绑定的函数啊 好,这个不单单是click事件的吧,是吧 好 好,来刷新一下,是吧 再来看一下啊 好,那么一路 弹出啊 刷新一下 好,这是触发事件绑定的函数啊 点击的话怎么样呢 也是触发事件绑定的函数啊 好,这是两个都触发了啊 这是关于它的这个写法 就是如果说我们实际开发中有这种需求的话 可以这么写,是吧 一般这种需求应该不是太多啊 不是太多 就是它可以这么写啊 这一般是绑定一个事件 是吧 好,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呢 绑定事件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取消绑定事件啊 取消绑定事件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可以把某一个事件给它什么 解绑 是吧 解绑之后怎么样 它就 不触发了 是吧 就不触发了 比如说这个 安办的是吧 安办的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 解绑这个事件啊 把这个事件写上 是吧 比如说我触发完之后怎么样呢 我再解绑 比如说把这个什么呢 Mouseover把它解掉 是吧 解掉什么意思 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里写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触发完之后 我再这个 Dollar list 是吧 Dollar list就是指的什么呢 指的这个什么 按钮吧 然后是来一个 安办的是吧 安办的 好 然后这里面跟什么呢 跟这个要解绑的这个事件名称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 解绑 是吧 解绑的话那么是 Mouseover Mouseover 把它解绑 好 那么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第1次的时候我进去的时候 这两个都可以触发 是吧 触发完之后 然后它进来执行这一句 是吧 然后再怎么样呢 再解绑掉这个 是吧 那么第2次我再进去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已经解绑了吧 解绑之后再怎么样 再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Mouseover 触发的这个函数了啊 来看一下啊 好 比如说我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刷下之后那么 我们先放上去 是吧 是不是弹出啊 好 然后再点击 弹出吧 是吧 弹出完之后接着我再来 再放上去 是不是解绑了 已经没有了吧 是吧 没有了啊 没有了 然后点击的话怎么样 才有吧 点击才有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绑定和解绑 好 好 这个应该不是太难理解啊 不是太难理解 就是说这个写法吧 这个写法是吧 一个是什么 可以写多个是吧 写多个 然后这个可以解绑 解绑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名声写在这里来 就可以解绑啊 好 这种需求 实际开放应该不是太多啊 不是太多 所以说大家 做一个了解吧 做一个了解啊 好 这个也比较好 好理解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绑定事件的其他的方法啊